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论及死生罪福 因果报应之事 盲昧难明 相曰 谁若先死 当来相报 一年多后 王坦之呼见主法师来告曰 贫道以某月某日命中 罪福皆不虚 应若影响 施主为当勤修道德 以期神识超生 因与君有约在先 故来相报 盐壁忽然不见 不久 王坦之也死了 佛教史传中所载 如 连社高贤传等数 东进绝公则 入庐山白连社 念佛求生西方 与社友相约 若往生 当来相报 为己 绝公则死 有同社人 至洛阳白马寺 夜中 为绝公则 修祭日祭 忽然见临幕殿宇 皆作金色 空中有声曰 我是绝公则 起生极乐国 今已得生矣 言器 亦无所见 笔记中所载 如 子不语 倦一 大乐上人 调言 有洛阳 水陆 安僧 人称 大乐上人者 多才好施 邻人周某 借其钱 积至七两银子 大乐 知他无力偿还 不索要 周某感恩 发誓说 死后 当作驴马 以相报 不久 大乐文 扣门声 甚急 问为谁 答言 周某 来报恩 开门 则既无所见 而所处驴 是产一居 奋手 翘足 若相识者 仿之 周某 果然已死 后 后有一山西客人 借此离去不还 至前于岸上 视之 恰为七两银子 史册 还在有不少人死后现行的事件 如所传 喜功十年载 晋国太子 身生受离击之赠害 自义 后来其欲臣 糊涂过下国 欲身生于途中 在之于车上 告约 上帝将令以晋国与秦 并约定十天后 在新城西偏降乌者处相见 糊涂至妻而往 果见身生 告以上帝以命伐晋 令晋国败于韩帝 后来晋慧功果然被秦兵 俘获于韩国之地 史记晋世家亦在此事 左传所在这类事还有 赵俭功往杀其臣 庄子义 后来俭功将入桓门 见庄子义起于道左 直同杖垂俭功 将俭功击毙于车下 右 四代率国人杀郑伯友 九年后 正人互相警告 伯友来了 皆奔走 有人梦伯友告言 人子 我将杀四代 人银将杀公孙段 至妻 四代公孙段 国死 正子产为伯友 立后而抚慰之 乃之 又 宣公十五年载 卫无子 有一碧妾 无子 无子病 诸其子卫科 我死后将此妾嫁人 后来病危又说 以此妾殉葬 卫无子死后 卫科 依其前主 嫁妇碧妾 后来 他与秦将杜回 站于府次 看见有一老人 结草半岛 杜回坐骑 因而生秦杜回 当天夜里 梦见那个老人来说 我是你父 避妾的王父 特来报您 不以我女儿殉葬之恩 此集 结草闲环 成语中 结草之由来 国语 史记周本记载 周宣王听信谗言 网杀忠臣杜博 后三年 宣王出城打猎 行至城南门外 见杜博 成赤马 鬼兵侍从 手执弓箭 当路向宣王射之 百官西见 百姓经走 宣王心不重见 极感心痛 桓公不三日而死 后汉书 王尊传 王尊被命为 梅县令 上任至台庭 官方所设招待所 庭长禀告说 此庭有鬼 已杀死过 好几位投诉的客人了 不可助 王尊曰 人圣凶邪 得除不祥 何鬼之弊 即入庭诉 夜半 唯有女子明冤之声 尊曰 有何冤枉 可申诉 女子答 无依 不敢进来 王尊 至依与之 建一夫人 建一夫人进门 申诉说 本为 服献令 某人之期 随夫上任 速于此庭 一家十余口 被庭长杀害 埋在楼下 钱财 悉数 被截去 问凶手姓名 答言 积金门下 游教者 寻查的兵足 王尊答应 为其审礼 妇人 解一余地 忽然不见 次日 王尊 照游教审讯 招供 并其同谋 十余人 惜诸之 潜力送妇人 全家尸骨 归葬于其故里 台庭 从此 清安无事 三国志 无志载 孙策杀 道士 一集后 每独坐 仿佛 见急在左右 甚悟之 为己 智窗方欲 引静自照 见于急在静中 细看 则不见 如是再三 因扑静大叫 窗皆崩裂 虚语而死 晋书 快吉王 世子道生传 司马道生 被费世子 王位继承人位 而足 无后 孝武帝 即位后 白昼 见道生 与其父 临川 献王 司马裕 裕曰 大郎 司马道生 击书 击乏辛苦 言必不见 孝武帝 赶伤 为之 利后 南史 元杰传 萧道 承欲 带颂 上书令 元杰不从 举兵反抗 被诸 元杰有幼儿方数岁 如母挟之 投元杰门生 迪灵庆家避难 迪报之于关 而岁被杀 后迪灵庆 常见此儿 其一大狗兮兮 如平时 经一年余 忽有狗 入其社 孽死灵庆 及妻子 侍之 及元氏小儿 再生时 尝其之狗 南阳 衡阳宫辰传 其宗室 萧敬场 粗猛无德 被萧尘提拔 累为俊首 为证贪会 萧尘 则掩之 及萧尘被诛 祭场 居系 萧尘之地 萧赖 身家催辱致死 后来 祭场任广州刺使 白日见萧赖带兵 来捕捉他 不几日 受周氏雄袭击 失败 逃奔山中 为质所孽 残储被质 肉多尽而死 头被山民所砍 卫书 夏侯道千传 夏侯 怪王后三日 其亲朋相帅至 灵堂祭奠 十日晚天音 众人接见夏侯 怪坐灵堂上 依附形容 不易平息 但无鱼耳 其堂兄 夏侯心踪 忽作夏侯怪语 揭发家人 因私窃道 颇有头绪 唐书高宗 废后王氏传 唐高宗时 武少仪 武则天争宠 害死王皇后 萧良帝 此后 武士贫见 王萧二人 批发沥血讨命 赵巫柱解谢 迁居彭来宫 又见王萧二人 故多时 驻东都洛阳 唐书李景略传 李景略 任职于朔方 节度使 李怀光 幕府 有偏将张光杀妻 多以财货 贿赂有私 前后不得害断 后来 李景略审理 判张死刑 张光伏法之日 人见有女鬼 批发 浑身是血 西行 将李景略 致谢而去 左右有十张光七者曰 这是张光之七 李景略因此得 受官大理私职 唐书郭霸传 欲使郭霸 产上虐下 害死方舟次使李思征 后郭屡看见李思征 一日退朝 命家人素颜僧诵经设斋 须余 须于 见李思征 帅数十计入庭 郭霸骇聚 以刀自剖其腹而死 这一天 邻里也有人见数十计 入郭霸府 少请不见 五代史苏冯吉传 苏冯吉乌杀后晋宰相 李松族人五十名后 一日夜宿金祥殿东阁 告人言 昨夜未能入睡 已见李松在侧 自以为不急 不久果然被杀 宋史雷德相传 雷友林 谈和友人刘伟至死 因此升官 自此 吕尚书告人 不久患病 白昼见刘伟入世 以杖吃齐备 豪呼声闻于外 数日而死 宋史 萧雷龙传 萧雷龙任临安府 今杭州代之府 援兵至不祥 奔入闽 被刘胜仲杀害 后来刘胜仲去西湖小孤山 见有巨船冲前 大骑书 萧之府兵 见萧雷龙坐在船上 刘胜仲大呼 有请不见 刘乃受惊而死 宋史 文童传 崔公渡以著名画家 文童为旧友 见文童于京南 告诉崔 五文人不忘语者 舌可过鼻 及吐其舌三叠之 如卷饼状 引之至眉间 公渡大经 及道经才听说 文童已死于 陈州晚秋一社 方物所见 非活文童 此类故事 在于史册者 还可举出多例 由以卧病临终时 见到被自己 所害死的人 为最多 至于野史笔记 数顽固者 行见之事 更是多不胜举 甚至还有许多技术 与以死者的鬼魂 恋爱 交合 乃至尸体复活 生儿育女的传奇故事 文凡不露 另外 还有以方述 令人 与已死之人 相见的记载 如史记 风禅书载 汉武帝 所宠爱的 李夫人死后 帝思念不已 方是李绍翁 自称能招致其魂 乃夜师为帐 然登竹 令五帝 居别帐 姚氏之 见美女 如李夫人之状 居帐中 然不得尽前救世 又 后汉书 方数列传载 影州人 刘根 于汉城地时 入嵩山学道 与义人 受以秘诀 成仙 能招鬼 太守时起 以为妖义 遣人召来 告曰 你使我见见鬼 要不然便杀你 刘根曰 此事甚意 请借笔宴书符 虚语 忽见五六鬼 赴二求于前 使其熟世之 乃其顽固父母 向刘根 叩头言 笑而无知 分当万死 赤时起 得罪神仙 连累双亲至此 使起 精哀悲泣 叩首请罪 刘根 默然呼去 不知所知 搜神纪卷二 列译传述 汉北海 迎陵 有道士 能令人 予以死人相见 有一同郡人 求见其王妻 道士曰 可网见之 若闻古生 须 急出物流 乃告以 相见之术 得见其妻 与之言语 悲喜如生 良久 闻古生 振振 不得再停留 出门时 依居 被避于门内 彻断而出 一年余后 此人身亡 家人 与其妻 合葬 开妻种 见其妻 棺盖下 有彻断之依居 佛教史传中 也有一些高僧死后现行 显现灵验的技术 如 高僧传卷十一载 北魏高僧玄高 四零二至四四四 曾密语弟子 自己与另一高僧 慧虫将有祸 佛法应衰 不久 果如其所言 被太武帝杀害 遇害之息 弟子见有光 绕其居处三扎 入禅窟中 空中有声告言 无以事已 弟子们才知师父遇害 迎回尸体 玄畅等哀气 前导之 玄高竟然复活起坐 两眼烧开 光色环月 通体汉出 其汉甚香 教界徒众 欲言除玄畅外 众弟子不久 皆当欲祸而死 死后佛法将重行 说完后 又卧倒而死 后佛法达 后佛法达 哀倒 玄高献身 应生见高飞空而至 给以开示 言气 俨然不见 密访其弟子 知玄高 乃得 无声人 出地 以上菩萨 又 著名的禅宗 出祖 菩提达摩 被人五度下毒 第六次 终于被毒死 于西魏大统二年 五三六年 葬于河南 雄尔山 三年后 西魏宋云 出使西域 回国时 于聪领 遇见达摩 首邪之旅 翩翩读世 问何处去 达云 西天去 宋云归朝后 据说其事 门人起矿 空馆内 唯有一支阁吕 这支吕西归的事件 成为国画的一大题材 见五灯会员 卷一等 又 旭高僧传 智乙传载 天台宗二祖智乙 五二三至五九七年 大师元祭后七年 忽振兮披衣 犹如平息 凡经七线 重降山寺 与弟子言问如常 两久而隐 随智者大师别传载 智者在元祭后一年 开黄十八年 四月十六日 现行于天台山 佛拢禅堂中 上座道修 两久沾缝 又 宋高僧传 卷十八载 唐代四周 普光王寺 神僧僧 六三八至七一零年 生前屡献神意 足后多年 还多次献行献灵 至他元祭后七十年的 唐代宗大历十五年 七八灵 由现行于皇宫内殿 其勉游庭之意 五代末后周氏宗时 由托梦于周民 宋人铁围山丛潭 眷五载 宋徽宗 宣河几亥 一一一九下 东经大水 四周僧传 呼陷于大内明堂顶 云龙之上 万众贤赌 待兮而没 这已是他元祭后的 四百零九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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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零九年了